而台南大雨也造成了许多区域淹大水 仍等于假工业区 整排店家都因为泡水没有办法做生意 汽机车等于一半都泡在水里头 有民众等不及救援 是把铁桶当船 还有人骑单车试图脱困 差点跌入水中 另外一个地区则是因为有饭店的垃圾飘出来了 堵塞排水孔 造成附近住家也大淹水 让住户个个气得破口大麻 民众朝着饭店经理狂飙 对方还不停辩解 让民众怒火瞬间达到最高点 会这么生气 所以就是因为排水孔全被堵住 上头卡车饭店的菜渣啤酒罐 大雨根本排不掉 造成周遭地势较低的住家严重淹水 但在一甲工业区状况更糟 民众夸坐在红色大铁桶上 想尽办法飘啊飘 要自行脱困 却重心不稳 差点跌进水里 还有人费力骑着单车 从泡水加园要逃出来 看起来相当惊险 怎么办 路边整排商店全泡在水里 不但生意做不成 就连家具也遭殃 停在门口机车 整个轮胎都被淹没 还有货车冒险涉水 抛锚困在水中 地势较低的地方 甚至有汽车几乎一半被淹没 有很浓的嘛 民众赶紧搬出水闸门挡水 就怕损失更加严重 只希望雨不要再下了 水能快快退光光 昨天新闻 赖冠上 黄讯阳 SNG小组 台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